若只单看上半球季 新人王几乎就是高果豪的囊中物 但下半球季 凌俊吉和Vocal 破检而出 逐渐打出信心 两位更都呈两度单场得分 攻破30大关 如此惊人的表现 也让两位渐渐成为年度新人王 无法忽视的热门人选 Pedic首季的新人王 究竟会奖落谁家 下半季爆发的凌俊吉和Vocal 有机会抢手高果豪的囊中物吗 哈喽大家好我是安迪 今天我会透过这支影片 列出几位有可能角逐年度新人王的热门人选 来看看究竟谁会最有机会 拿下联盟第一季的新人王 同时也会分析一些遗珠 以及今年表现比较不如预期的新人 首先新人王候选标准 球员必须为首次参与职业联赛 且至少初赛达12场 今年联盟一共有16位球员 第一次参与职业联赛 如果再把出赛数这个门槛加上去后 实际上符合资格的 其实只剩下10位 再来 因为联盟到时候会提名3位 所以我会先列出我认为的3位新人王热门人选 在后面再补上比较可惜的遗珠 第一位 高果豪 带着最强高中胜称号出国闯荡 经由美国大学 NCW一级学校 犀利归国 被许多球迷抱着高度携带的高果豪 在P-League新人球季 就有水准之上的发挥 高果豪本季出赛22场 场均上场时间超过30分钟 不但是所有新人球员当中 上场时间最多的 也是所有新人球员当中伸手最全面的 高果豪场均可以交出12.4分 4.9篮板 4.4助攻 外带2.6超节 2分球命中率39.9% 3分球命中率28.4% 其中 2.64超节 高居联盟第2 僅似于梦翔嘉杰人的3.34 第2位 林俊吉 辖着UBA冠军赛 最有价值球员头衔的林俊吉 在加入职业舞台的第1年 便遇到撞强期 在上半球季 更一度因为找不到定位 以及与正宗主控 Anthony Tucker位置重叠的关系 未能获得太多上场机会 但下半球季 阿吉破茧而出 逐渐打出信心 也成为竞争年度新人王的热门人选 林俊吉在下半季 阿吉2月28对上陶人领行人的比赛 大爆发供下今年 所有本土球员的单场最高分 全场狂飙8级3分球 攻下39分 6篮板 3超节 整个2月份 阿吉平均能攻下17.8分 单月的3分球命中率 更是惊人的31投19中 高达61.3 帮助梦翔嘉杰在2月取得全胜 自己也成功获得月MVP的殊荣 林俊吉本赛季出赛20场 场均可以绞出9.9分 1.6篮板 1.5助攻的成绩 2分球命中率48% 3分球命中率是超水准的48.3% 3分球投得比2分球还要更准的男人 3分球命中率高居联盟第2 仅次于富邦勇士蔡文成的54% 但若考虑到出手的样本数 蔡文成整季仅出手24球 林俊吉则是有高达85次的出手 所以阿吉可以说是今年批令最恐怖的外线狙击手 最后一位同样也是台新梦想家的球员 Rendell Walker Walko在今年1月初以混血球员身份加入梦想家后 立刻成为Kyle Julius体系当中一名相当重要的球员 Walko身高65吋大约196公分 不但拥有不错的三分线外投射能力 无球的空手跑位以及对抗性也都非常不错 让他在这套梦想家的小球系统当中 能够成为三四号位的风险摇摆人 Walko本季出赛18场场军上场时间来到25分钟 隔角出平均9.7分 5.3篮板 0.6助攻 0.8超节的全面成绩 两分球命中率45.1% 三分球命中率38.6% 从一开始加入梦想家从防守做起 来到下半季 Walko在进攻端也越来越融入梦想家 在三月份更是有两场比赛得分 攻破30大关 那么我预测的这奖者会是谁呢? 梦想家小跑村林俊吉 与Randal Walko本季都呈两度单场得分 攻破30大关 作为一名新人 这样的表现实属不易 我两位上下半季的表现有相当程度的落差 反观 高果豪整季表现相对稳定 且在攻守两端都有不错的发挥 伸手的全面性 略胜上述两位一筹 所以我会认为 最后高果豪将会在新人王的票权当中 脱颖而出 除了上述三位球员 另外两位也是我认为打得非常不错 属于宜珠的球员 他们分别是富邦勇士的二房东 曾祥君 和桃源领航员的 官达佑 他们两位在职业生涯手中就有相当不错的表现 曾祥君场均能够攻下6.2分6.2篮板 一主攻的成绩 也已经成为富邦勇士重要的内线轮替之一 其中 每场比赛能够送出一记的麻辣锅 这是所有本土球员当中的第一名 在田垒正式高挂球鞋 曾文鼎 吴戴豪也逐渐步入生涯尾声 曾祥君今年用表现展现出接棒中华队进去的气势 桃源领航员的官达佑 也在求着伤兵累累的时刻把握出机会 展现出自己不畏惧迎接挑战的霸气 桥树场均7.2分2.2篮板 2.9处攻外带1.1超级的成绩 成为领航员不可或缺的后场战力 上述两位都是我认为今年新人王可能的遗珠 最后 我想再来讨论几位 今年表现可能不符合大家预期 稍微比较可惜的球员 像是周桂宇 田浩 坦杰龙 桂宇的部分比较可惜 就是富邦勇士在侧翼真的很整齐 导致今年上场时间真的不多 毕竟本土有林智杰 张宗宪 蔡文成在前面卡着 射手可能又要摆上坚尾炉 以及洋将Singleterry 所以出场机会来的 比较小 但是其实徐总还是尽力给了他很多机会 我们也可以看到近期桂宇以控球前锋的角色被使用 他的表现也非常不错 整体处理球也都进步很多 相信未来杰格如果退下 他也绝对会是富邦及易塞北的新生代风险球员 田浩也是因为工程师后场不然就比较拥挤 所以在主控是高国豪的情况下 田浩和振伟去分担矿位这个责任 但随着林明义的到来 田浩和振伟上场时间就被消磨很多 再加上工程师需要三分线外的火力 所以下半季把陈坚人拉上先发后 田浩跟振伟就更没有上场机会了 好在田浩很争气 有把握住林晶的上场时间 也打出够水准的表现 例行赛最后三战又回到轮换阵容里面 而且可以看到田浩经过一整个球季后 他的处理球变得更稳健 特别在跟塔币的搭配上 他其实是最有心得的一位 所以明年我会蛮期待他的表现 因为他打球创造力如果能够有好的稳定性支撑 其实会给工程师带来非常多的帮助 谈杰荣的部分我也会觉得蛮可惜 因为他其实非常适合梦想家的体系 不但拥有拉开空间的能力 又有梦想家需要的高度和机动性 可惜在场上杰荣有时候还是太客气 这个部分田磊其实也有提到过 心态面如何去突破 有可能就会是谈杰荣能否破检而出的关键 因为他的条件跟天赋真的就摆在那边 明年就看他有没有要回加拿大继续完成学业 如果留在台湾 我相信田磊的退休 加上他确定会留在梦想家的经营团队 有他的指导 杰荣绝对能够更上一层楼 相隔20年 台湾再度拥有全新的职业篮球联盟 让所有球员多了一个表现的舞台 特别是对于年轻球员来说 P League无论在行销造势各个环节上 都展现出一个身为职业联盟应该有的样子 也让更多年轻好手愿意投入这个联盟 甚至吸引旅外潜力球员翻台 到海外发展 不再只是顶尖好手的唯一选择 P League的成立 也让黄金世代的经典球星 林志杰 杨靖敏 曾文鼎 田磊 吴代豪等球员 有机会在生涯后期 以职业球员身份 在台湾进行经验传承 甚至是世代交替 每一位新人王的候选球员 都有机会成为下一个世代的新支柱 长江后让推前让 我们不需要刻意复制黄金世代 因为新的世代会用他们的方式走出自己的路 在未来的某一天 让台湾篮球再度在世界舞台闪耀 我是安迪 如果喜欢我的影片 欢迎帮我按赞 分享 订阅 你们的鼓励 都会支持我继续做出更多更棒的篮球影片 也欢迎像我一样 在下方留下你认为有可能的三位新人王人选 并选出一位得奖者 也欢迎分享你觉得今年 哪位新人的表现 你觉得 比较可惜 那么我们就下次影片见喽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